HELLO, 大家好, 我是Kalin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集要和大家做一个龙虾意粉 之前出家吃饭, 看到我旁边桌上叫了一碟龙虾意粉 一直都心思思想吃, 但因为限聚令, 没得出家吃饭 让我在街市看到有油水龙虾, 所以就买了一只煮意粉 市面上通常有两类龙虾, 第一种是波士顿龙虾, 它是有鉗的 如果是本地龙虾的话, 它是没有鉗, 而且它的壳是刺手的 我今天就选了波士顿龙虾做这个意粉 原因是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鲜甜, 多汁 它的壳汁用来熬汤, 熬汁是很棒的 好了, 我们快点看看这个龙虾意粉是怎么煮的 新鲜波士顿龙虾一只 新鲜波士顿龙虾一只 然后我们有罐头番茄去皮 然后呢, 有些芝麻 另外三个干葱, 和一粒蒜头 另外呢, 我们可以加这个Enchofis 如果你没有, 就加鱼露或者盐都可以 接下来, 就看看如何去煮龙虾 首先呢, 都是冲一冲水, 始终有一些海水很骚 那我们呢, 就用一个最快的方法去煮它 在头的这个位置, 一刀切下去 然后, 反转一只龙虾在尾上, 一刀切下去 那, 现在剖开了, 看到它的膏 那, 这一只是刀来的, 你会看到有一些深色和浅色的膏 浅色这个部分呢, 是龙虾的肝脏 那, 我会保持这个部分的 而, 深色的那些呢, 其实是龙虾的卵 那, 它的味道是浓微一点, 甘香一点的 两个膏都可以吃的 那, 喜欢浓微一点呢, 两个都放了, 没问题的 那, 我就不想吃那么浓微了, 今次 那, 所以, 我只保持绿色的部分 那, 你就会问, 其实龙虾要不要放尿的 那, 我告诉你, 新鲜龙虾就不需要的 那, 我们剖开了龙虾之后呢 就用一个很慢的水喉水, 轻轻冲一冲它 就等它洗走一些海水啊, 压味啊, 这样 那, 就OK的了 那, 千万不要用一个大的水喉水 不然, 它的肉汁就会走光了 那, 现在就搅拌它的脚先啦 那, 这些脚呢, 我就会切出来的 那, 长的脚呢, 我就会继续它用来熬汁啦 那, 下面它, 尾的那些小脚呢, 就切走它啦, 就不要的, 这些 那, 下面它呢, 像的那些酸呢, 都要切走去啦, 那吃的时候呢, 就不会刺破 那呢, 我们又搅拌一下呢, 这一点 因为它呢, 它呢, 中间这个价位呢呢, 其实我们都要切的 用刀在这个位置 刮下去 把它们分开 鞋鉴我就保持它完整的样子 后面这一部分 我就会轻轻用刀拍一拍散它的壳 待会吃的时候会容易一点 接着我们就要处理尾和头 我们就要把头尾分开 在这个位置用刀割一割 然后用手扯开就可以了 然后头部份揭开它 你会看到它的肺 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要的 剁走它 接着下来的龙虾尾 我会是一开三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龙虾 现在我用碗盛着这些 全部都会用来熬汁 龙虾尾留它 稍后再教大家怎么去煮 那我们再切下其他配料 切我们的干葱 还有我们的蒜头 蒜头拍一拍它 接着就把它切成小粒 我们开大火 等锅热了 我们加点油 然后就爆香我们的干葱 将干葱炒到半透明 变金黄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一盒龙虾 尽量都是用新鲜龙虾 那不用放尿 又不会有压味 外面急凍的那些 很多时候它们的龙虾已经熟了 那变成了 味道是很大分别的 现在我们就加一些 enchopies enchopies 我们就要它的咸香 那你加一条就够了 因为那些龙虾本身已经很有海水味了 那你没有的可以加盐 如果家里有鱼露 加鱼露也可以 接着下白酒 份量是四分一瓶 自己摁住 大概不够200ml的酒 那我们也是滚起它 等酒精揮发 要回酒的甜味 这一瓶酒 是来自NZ的Marble 是Sauvian Blanc 是我其中一个 最喜欢喝的酒区白酒 这一瓶用来吃海鲜 是很棒的 它的味道比较干净 吃海鲜是很夹的 尤其是吃生蠔 吃生蠔 我很多时候都会喝这一瓶 跟着加一点胡椒 然后呢 我们就再加上它的糕 跟着我们下罐头蕃茄 我们下半罐就够了 这一只龙虾的价钱是109元 相对在外面吃的一碟龙虾意粉 可能都说要300元 在家里煮当然 价钱是相宜很多 还有我觉得 真的不是太难的 煮龙虾 如果大家有时间 真的试试煮一下 给家人吃 或者煮给男女朋友吃 那这里我们加一点水 有些特别日子 想慶祝一下 但又不可以外出吃的时候 煮这个就真的非常适合了 卖上铃 又有看头 未吃已经流口水了 接着我们就盖上盖 就慢火煮它20分钟 20分钟后 现在的汁已经煮好了 我们捞起材料 避免汁等待用来煮意粉 好 接着我们就煮意粉 趁这个空档时间 先喝一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煮我们的龙虾味了 用同样的锅 那只锅就不需要洗的 加一点油 然后就爆香蒜头 等蒜头变了金黄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 加上我们的龙虾味了 加一点白酒 加一点白酒 加一点胡椒 接着就加上我们刚才避免了出来的汁 那意粉那里呢 你就要掌握那个时间 就不要煮到它太腍了 假如你的说明书是说给你 煮12分钟的 那你就煮8分钟好了 因为我们放进锅 要再煮意粉 到时你煮得太熟的话 意粉淋不完就不好吃 分享一点点提示 如果你觉得汁是稀的话 就捞一点意粉水 加进去 兜两兜它就会变稠了 最后我们就加上我们的芝麻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 看起来 由于这个美观的关系 我便不会进入龙虾这样的 待会我们也会吃完 它們的腳都很好吃 好 加回我們的龍蝦汁 加一點黑胡椒 再灑多一點芝麻 完成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食譜 記得按讚、留言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